大家記得今晚要參與專屬直播 參與Patreon的會員或者YouTube的會員就可以了 11點鐘 好時間來,聯賽杯決賽,萬成對熱痴 拿到正選陣容再來一次預測 我評論阿仙奴的賽事大落後 還差大家三場球 所以今天一口氣講完三場阿仙奴的賽事 雖然阿仙奴最近在英超接連失分 但其實他們之前都能夠在重要的賽事 歐霸當中晉級到四強 一次回合作客布拉格斯拉維亞入到四球球 其實阿仙奴第一個回合的時候 都只是打成1比1 為什麼去到第二回合的時候 會入到四球球那麼多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布拉格斯拉維亞第一個回合的時候 拿到作客入球之後,信心倍增 所以去到第二回合想著主場 可以更加積極地去潰激這個阿仙奴 你會發現他們真的比第一個回合更加進攻營 壓迫得更加淺 犯了歐洲淘汰賽當中主場太過於主動 而容易失作客入球的問題 而布拉格斯拉維亞更加低估了阿仙奴的實力 他們用回第一個回合的阿仙奴實力去評估結果錯了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解釋過 阿仙奴第一個回合打得不好 是因為用了太多年紀大的進攻點 以及當時的史密夫露維沙卡剛剛復出沒有太 但到了第二個回合 阿仙奴用了三個年輕的進攻點配搭著拿卡錫迪 就是少了年紀大的進攻點 而且薩卡和史密夫露維的狀態正在上升 所以阿仙奴的實力會比第一個回合好很多 布拉格斯拉維亞更加積極地壓迫上去 比阿仙奴更早可以打反擊 薩卡就衝上射中柱 明顯比第一個回合的狀態好很多 只不過史密夫露維撿雞的時候 越左衛射的局勢 但到了17分鐘 阿仙奴都真的入球 抵消回合的狀態入球 史密夫露維的狀態好很多 按區頂送到一個漂亮的直線 被安比比插進去搞定 而且當時布拉格斯拉維亞的防守 就處於一個小學雞 幾分鐘之後阿仙奴又打到反擊 史密夫露維就衝上去協助沙卡 博到12碼 拉開了紀錄之後 就變得相當簡單 再過幾分鐘 阿仙奴再打多個快攻 又搞定 沙卡的狀態正常回來了 所以這次布拉格斯拉維亞的態度 取態 真的犯了大錯 太過積極了 有作客入球領先 應該收縮了 不應該主場太積極了 另外今天看到阿仙奴在歐霸 又積極點去打快攻和反擊 就不會像在英超那邊以前那樣 上個禮拜 前個禮拜 故意拖慢過比賽的節奏 去練習這個控球在腳 即是說阿仙奴都知道 在歐霸這些比較重要的賽事 如果需要馬上吃的賽事 不可以練習的賽事 有需要的話 他們都會做一些實際的即食戰術 希望阿仙奴可以用歐霸的方法 拿到捷徑去歐聯那邊 現在就沒有這個歐洲超級聯賽 也要打歐聯 拿一些錢 希望他們繼續有收入 繼續有投入去買人 希望阿仙奴會越來越強大 不過其實說到阿仙奴下一場 這場的英超主場對富咸這一場 又不是說覺得他們在英超那邊 就只是想練球 這場球見到阿仙奴的組織 速度挺好 挺快 球員的動作是快手快腳 他們真的很想做到一些快速的連結 去破密集 交叉走位都回來了 當然是因為用了沙卡、史密夫、路維 和馬天尼利 三個年輕人佔據著四個進攻點 當中的三個席位 但是為什麼要去到比賽的最後 他們先憑借著國球的鴨仔波 追成1比1 為什麼今天對富咸入這麼少波 其實我們已經見到 進攻點的拉邊都很理想一下 面對密集的時候 左後衛的夏卡 就進來中間做防守中場變形系統 馬天尼利拉過左邊 就是這一種配搭和傳送落底線的機會 其實是多的 阿仙奴破密集落底線的例子 是有不少的 但是最後一傳和最後一射 又是未得了 就是傳中的質素一般 把握力方面都一般 那卡錫迪欠缺活力度 但是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幾個年輕的進攻點 是不是欠缺個人能力 又不是的 但是整套破密集的主攻組織 就是加上一起去做的時候 就是差了臨門那兩腳 有時候是要再做得純熟一點 純熟到你很放鬆的時候 你才可以減低到最後兩腳的難度 如果你要我很深度去講的話 我就可以講給大家聽 就是阿仙奴球員破密集的過程當中 太過出盡全力去跑 有時候不是說你是用8-2分的力量去做 任何事情都叫做會好些 即是當你過分用力 用錯力的時候 你會有反後果 當你是這樣不停用盡力去跑的時候 你很難收放自餘的 你要留一點餘地 等自己可以放鬆一點的時候 你才可以輕鬆一點去做到你想做到的事情 即是有時候未必可以用這些言語去講得通 令大家明白 即是你要踢過球才會明白 即是當你是做一件新的事 而你不是很熟悉 而你很盡全力 很緊張地去做的時候 反而有反效果 當你做得很純熟的時候 你個人輕鬆一點去做的時候 你會做得比較細緻一點 精準一點 容易成功一點 所以除了吃鋪炸糊 少少月位 有些不夠運 進攻的時候 未能收放自餘 也是一個原因 至於說到阿仙奴為何會落後這一部分 當然要說回下卡打左後衛的問題 其實我又覺得他打左後衛 其餘的賽事 其實他都做到很多這些傳送 但他打左後衛的防守 這裏就相當大問題 左後衛真的要速度 但下卡真的沒有速度 所以你會發現 輸12碼之前 阿仙奴被富咸 輕易猜過半場打快攻 因為下卡並沒有左後衛的壓迫速度 當時他選擇衝上中線壓迫 其實是可以的 可以這樣做的 很多正常的左後衛 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可以說 當時有需要這樣做的 但正常有速度的左後衛 很快會頂到對方的背部 頂住對方 就不讓轉身打快攻 但下卡這次是完全擋不住對方 被人轉身再打上去 就變成他塞了左後衛的位置 頂住對方打不到 你就不會塞左閘位 但你頂不到對方打過你的位置 你就塞了左閘位 然後就要馬天利尼下去幫他補 而馬天利尼也欠缺跑入禁區的防守意識 這樣就搞到中堅 這個就是加比爾 一人要做了很多事情 你去補他們兩個隻 越補得多 其實他自己都越麻煩 越容易犯錯 結果他就是犯錯輸12碼 其實不單止只是這一球有問題 下卡其餘時間在防守這裡都相當辛苦 所以用下卡打左後衛變形 在一個進攻上的良方 但是去到防守那裡 他就是毒藥 這個毒藥也是令阿仙奴下一場輸給愛華頓的主因 雖然大家都會把重點放在守門員利盧牛油手那裡 狹窄角度就是把李察利成的傳中球變成入球 那是他的烏龍球 那球球他用腳擋 用腳擋會好些 我想利盧應該有些狀態的問題 因為他上一場英超對副咸是後備的 但是這次防守當中 除了利盧那個是嚴重失誤之外 其實下卡都有嚴重問題 那就是李察利成單對單在右邊的時候 對著他的左後衛的位置就很輕易過了他 那當時大家鬥爭頂頭隨先 那下卡就是判斷高波那裡 竟然有些問題 而最嚴重的是他竟然預測不到球 將會繼續衝前過了他的位 那一旦球過了他的位的話 要鬥跑 鬥跑的話就暴露的速度問題 所以他應該要知道自己跑得不夠快 而早點起步去鬥回那個位 但是他就遲了去起步 變了他一路跑回來 跑回來的時候就容易暴露破綻了 是有錯腳位讓對方抓到的 那別人李察利成真的抓到他的錯腳位 他就再亂出腳 整套的防守是錯漏霸出的 左後位是不是這樣防守的 他是用中堅方法防守 就是死前爛打 不斷出腳的 其實後防線是這樣出腳 就很容易失位 變了人家可以很輕鬆 就過了他落底線做事 而且今天愛華頓每次有機會突破 那個位其實都是下卡的位 所以打大戰的時候 下卡就真的不可以打這個後防線的位置 打大戰可能是要他衝上壓迫的 他又不夠快 打大戰人家打反擊就快 他又不夠快 可能用蘇亞利斯好一點 甚至乎用上沙卡 還會好一點 直到泰亞利復出 除非阿仕奴確保 那些賽事可以控球在腳很久 就可以讓他打左閘 下卡可以玩變形系統 其實都可以 即是你長時間面對密集 打中下游分子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良藥 但你一對愛華頓 其實都變成毒藥 所以其實他對富咸那場 他的問題不是十分相當嚴重 壓迫得不好 但其他隊友可以幫他補獲 但你大戰其他隊友都自身難保的時候 他自己單對單就被人過 就沒得搞了 最後來說 就講到阿仕奴對愛華頓那時候的進攻的問題 阿仕奴進不了球 當中50分鐘有一個12碼機會 球證都先給了12碼 不過原來組織過程當中 就見到越左偉 又是被電視抓到見球衣少少少 看毛少少越左偉那種 相當不幸運 不過今天阿仕奴的進攻火力 就真的沒有對富咸那場那麼好 其實阿仕奴今天對愛華頓的時候 同樣都是用對富咸那時候的進攻模式 亦都用了幾個年輕球員的進攻組合 亦都其實是用到一些破密集的組織出來 但破密集的次數相對對富咸那場來說 就真的少很多 那你真的會見到 對著愛華頓的時候 走位是沒有那麼快的 動作沒有那麼迅速的 很容易令人聯想起 下一場歐霸四強 阿仕奴就是今季重點的賽事 歐霸 贏到冠軍就可以折返歐聯 那變成了球員都聖水 就下場歐霸 知道都要盡力的時候 就變成這場對愛華頓他們就輕輕力了 那其實呢 英超那裡阿仕奴就沒什麼好爭的了 所以我也會理解一下 阿仕奴在英超那裡會慢慢流力的 那既然講起歐霸 就在PATREON片尾彩蛋當中 就預測一下這個阿仕奴在歐霸的前景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愛華頓都可以講一講的 那愛華頓就贏到阿仕奴了 那他們現在的分數的情況 有些是會上一上去的 那愛華頓的前景在前四爭奪 那裡又會是怎樣的呢 那片尾彩蛋我們會講 記得要支持PATREON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的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